吃什麼 哈哈哈哈 我還在 他都不吃 他還要吃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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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不太能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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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身超值 腿身超值 他身超值 他就抱著那個樹 他不會摔下去 他一直都有最好人 好 現在呢 帶你去認識一位 來 跟我來 Hello David Hey 你好 Hello David Welcome David You can speak Chinese? 沒有 沒有 所以你可以 You can speak a little Russian Just a little ok OK David 我們來自台灣 所以現在可以 你能夠展示一些 特別的動物 在這裡嗎 慢慢來 你肚子要吃嗎 我們可以 可以 帶死我 很近嗎 很近嗎 近距離接觸好不好 帶死我第一個 走 Let's go 是不是 有沒有 找對朋友 就是有這種好處 直接給你最近距離的接觸 而且據說 這家全西澳 最大的野生動物園區 可不僅僅只有袋鼠 還有許多奇特可愛的動物 等著我們去發掘喔 Devi,你在做什麼 你... 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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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就像狗狗 如果你看到狗狗狗 就像狗狗 但他們在做的是 他們正在叫他們相似 哦 他們在一起 哦 哈哈哈哈 哦 所以如果 他剛才講說 如果我們在 稍微他的背後 我們不看到他的話 會感覺像狗叫聲 有沒有 你現在單聽聲音 有沒有 比較像有一點像 小狗叫聲 但實際上 他們是在互相溝通 他們有點像在求偶的意思啊 從來沒有想到 貓頭鷹求偶 還有這種叫法 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 David居然可以 完全跟他溝通對話 David怎麼叫 貓頭鷹就立馬回應著他 太厲害了吧 David說 那是因為 他在這個園區 已經待了二十多年了 這裡的動物 就像他的家人一樣 每天溺在一起 自然而然就能夠 與他們溝通對話啦 我們要去看貓頭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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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第一次 去看貓頭鷹 我們可以進去嗎 我們可以進去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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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危險嗎 沒有危險 沒有危險 但現在是天氣中 對 所以暖暖的時間 所以貓頭鷹躺著 不重要 所以現在沒有危險 我想要給你一個小狗鷹 小狗鷹 對 他現在要帶我去看小狗鷹 他們在睡覺 你看這個嗎 在這裡 哇 那是一隻小狗鷹 在裡面啊 現在 哇 這裡 你看 哇 你看 現在你看尾巴嗎 喔 這隻小狗鷹 你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那個 這個尾巴 你喜歡你觸摸這個嗎 觸摸這個小狗鷹嗎 欸 你看他把牠腳這樣移開 他摸耶 你摸你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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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可以感覺到小狗鷹 蛤 真的很好嗎 對 我可以觸摸它 對 哇 超酷 欸 而且牠 他們很放鬆 他們不害怕 他們不害怕 因為他們知道 你不想傷他們 蛤 我們不想傷他們 他們知道我們不想傷他們 所以他們是 但是狗鷹 當然 當然 我的天啊 怎麼也沒想到 我能如此近距離接觸袋鼠 甚至還摸到在袋中的小寶寶 David說那是因為這裡的袋鼠 長期與人群接觸 對於我們這些陌生客 早已見怪不怪啦 所以隨大家怎麼摸 怎麼碰 牠們依然我心我素 無動於衷 躺在那兒享受牠的日光浴雨 現在 有沒有看到牠們這種 全部都很懶懶的這樣躺在這邊 都沒精神 可能因為現在中午啦 逛中島 很熱耶 所以牠們都在這種樹蔭下面休息 你看就是睡著這樣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好可愛 好可愛喔 牠就讓我幫牠抓癢 牠沒有在擔心 牠們這邊是真的很放鬆耶 哈囉 哈囉 牠們很放鬆耶 真的很放鬆 完全不會害怕 然後完全也不會就是 你怎麼突然在這邊 然後被嚇到 牠們很習慣就是 跟人親近接觸 牠這樣子好好笑喔 牠就是 瞇著眼睛喔 牠就是瞇著眼睛 牠也沒有要張開眼睛的意思 然後就一直抓癢 看到這些袋鼠姿態擺出的可愛模樣 實在太逗趣啦 完完全全療癒人心啊 看見牠們心情不自覺都變好了呢 不過David說 真正療癒系的翹楚 可不是袋鼠喔 至於是什麼呢 嘿嘿 跟著牠走就會知道啦 你知道為什麼我現在要這樣跳嗎 因為我很興奮 哇喔 哇 牠還睡著 你看 牠還睡覺 哇 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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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長 這個孩子是八九個月左右的小孩子 八九個月左右的小孩子 你看牠這樣抱牠睡覺 像那隻蝸蝸 很小 牠兒 牠看起來 牠是那一隻大小 對 牠是那一隻大小 噢真的嗎 因為 牠剛開始那個木陰熊 剛出生的時候 有沒有小指頭這一節 就這一節大小而已 就這麼小一點點 那牠比較大 是 你好 可以看到牠嗎 當然你可以 我可以看到牠 看 哇 它是很軟的 我會給你展示牠的手 牠的毛好軟喔 看 一 二 三 一 二 喔 你看 牠是分兩邊喔 像這樣 但牠這邊是這樣子 然後牠這邊有這樣子 牠為了爬樹的 OK 你看牠指甲也蠻長的 但是小隻都 指甲就這麼長 然後毛也是 毛也是非常軟 不管大隻小隻 好軟喔 好可愛喔 我現在終於了解 烏尾熊為何是療癒界中的第一名 你看看 你看看 牠那毛茸茸的身軀 還有那無辜可愛的模樣 Oh no 完全融化了我的心 讓人一秒都捨不得離開牠 你現在有沒有看到牠這隻 就是媽媽跟小孩 然後小孩這樣子不用在 所以牠已經醒來了 哇 牠的毛好柔順好軟喔 而且 一點臭味都沒有 一點臭味都沒有 Smell very good 牠聞起來味道跟這個有一點像 Yeah Same Smell Sam 你看看牠慢慢睡著 慢慢睡著 Yeah 是誰 不會的 牠還要吃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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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都不太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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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身超級 腿身超級的樣子 好 牠到街了 牠就抱著那個樹 牠不會水下去 牠不會水下去 牠都不太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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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終於體會到烏尾熊 到底是有多麼愛睡了 你看我怎麼摸 怎麼玩 怎麼親 不動就是不動 連眼睛都懶得睜開看你一眼 不說還以為是一具玩具娃娃放在那呢 不過也因為如此 才可以讓我毫無忌憚的靠近牠 親親牠 真是太開心了啦 依依不捨的離開了這些萌寶貝 Devi說還有一個非常特有的寶貝 來澳洲絕對一定要會會牠 不看可是會後悔的 好 我們現在要來看我們 非常特別的生物 在台灣 你可能聽都沒聽過喔 然後 你也不可能看過啦 幾乎在台灣應該是沒有的 你看牠這個 牠的名字 真的叫王八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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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牠真的是公的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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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看到牠就這樣子 很大 非常放鬆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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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軟喔 牠毛摸起來 一點都不粗 非常的軟 非常的細 你看牠的那個鼻子 像不像狗 如果只看這裡 就像狗 看牠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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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像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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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像狗 不像狗 相近的狗 你相信牠的狗 牠真的 我第一次看到牠 哇塞 很奇怪 牠長的時候是很奇怪 牠長的時候是很奇怪 又像狗 又像豬 然後又很大一隻 然後 然後你看牠躺著這樣子 又感覺好像一副都 無所謂的感覺 牠的狗 牠的狗 牠被回到20歲喔 牠現在7歲左右 牠現在已經有 at 20歲 不適合 不適合 牠是中午 牠找了一個 可能我可以比那些狗 牠的狗 這個狗 牠的狗 是很棒 很棒 牠的狗 牠在官方就回應了 噢,你! 噢,男人! 他現在有小尾巴 他有小尾巴 你看他有那個小尾巴 很小 話說眼前這隻像狗又像豬的王八 其實還有個可愛的稱號叫做戴熊 與無尾熊一樣都是屬於有代的熊科哺乳類動物 雖然兩者同科同種 又有著遠親關係 但生活方式卻是大大不同喔 王八不但不住在樹上 也不吃尤加利也 他是用那孔無有力的雙爪 挖地道為家 吃樹根樹皮為生的 哇! 這個比較大 這個比較大 這個比較小 它這是母的啦 我剛才講說我看可以抱一下 結果他換了一隻更大隻的母的給我 你看 OK 你看 他這樣抱了以後 你看他 他就這樣子不動耶 他完全就像躺著不動 他也不會想要掙扎一下 或什麼 你放什麼姿勢 他就擺什麼姿勢 但你要讓他有安全感了 哇! 超酷 摸到他頭了 好可愛喔 欸! 我說這有待的熊科動物 到底是有多愛睡 剛剛五尾熊 已經睡到叫都叫不醒了 眼前的這位小王八 不!王八小姑娘更是誇張 整個把我當作沙發床啊 完全睡翻睡死了耶 睡成這樣子啊 他真的非常放鬆 你看他像這樣 你都已經結束了嗎 你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嗎 我來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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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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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要穿這個每天 我都不需要去健身 我都要穿這個 我都要穿這個 差不多 OK OK 待會兒來了 拜拜